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逃跑的小娇妻 第62-66集,很疼,轻轻便好 路易带着今夏回到了自己的房中 推开门的那刹那间,今夏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住了 整个房间如同置身于花海一般,尤其是床榻之上 用花瓣摆了一个新的造型,上面还放着两人的各种各样照片 被偷窥的感觉越发强烈,惊吓皱着眉,不悦地说着 路易,你怎么可以把这么私密的事情告诉你妈妈 你是没断奶吗? 路易呼得背怼,心中意有些不悦,低声道 我没有那么无聊 那你妈妈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 当着众人的面调侃夫妻之间的事情 真的很尴尬,很难为情 我哪里知道她会这般说 况且,我已经帮你圆场了 给你带走了 你若不告诉她,我们正在要孩子 她哪里会知晓 惊吓越想越气,一点都不想在这间屋子内待着 她甚至都害怕路妈妈会安装摄像头 若是被拍到 那简直是太丢人了 惊吓得连番指责 成功地点燃了路易心中的小火苗 她气愤地问惊吓 在你心目中,我就是这样无聊的人吗? 惊吓自知说话有些冲 见路易分贝提高,声音下意识地压低下来 谁又知道呢? 路易气得双手掐腰,想要凶她,却又舍不得 最后的最后,凶巴巴地坐在床边,一言不发 惊吓意识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这浪漫的房间仿佛监控气般 让惊吓难受 她心头闷闷的,或许她不该生气 路妈妈也是好心 只是,人和人之间要有界限的 她真的很不喜欢别人对她的房市平头论足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 房间内的气压越来越低,仿佛被抽空了氧气般 憋闷,让人喘不过气来 别生气了,我下楼去说一说妈妈 让她下次不要这样做了 终究是路易率先开了口 碰了碰金夏的胳膊,哄着道 见路易要下楼 金夏立刻拽住了她的手,小声说着 千万别说 说了妈妈该伤心了 那你不生气了? 我只是刚刚一时间觉得有些尴尬 后来想想,貌似天底下的老人 都是这个样子 便也没有那么气了 路易委委屈屈地说着 你冤枉我了 你知道吗? 金夏点了点头,轻声说着 知道了 那你打算怎么哄我? 金夏抬眸望着路易 摇晃着她的胳膊 柔声道 别气了,下次不这样了 就这样便想打发我了吗? 那还要怎样? 路易从上而下望去 只见金夏的长睫毛 忽善忽善地十分灵动 大眼睛仿佛放着光似的 让人为之着迷 情动的她 将金夏压在了身下 抚摸着她的脸颊 毫不避讳地赞美着 你长得真好看 金夏浑身一颤 脸微微放红 推嗓着 别闹 在我们自己的房间 闹又怎样? 青天白日的 这样不好 那你亲我一口 金夏被她磨得没有办法 微微抬头 亲了她脸颊一下 然而路易并不满意 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唇半 金夏再度微微抬身 亲了一下子路易的唇 可路易貌似并不满意 她将手放在金夏的头底 控制住她的头 逐渐地加深了这个吻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你们继续 路遥的声音 突兀地出现在房间 路易立刻放开了金夏 怒瞪着妹妹 近来不知道敲门吗? 路遥唯唯唯唯地说着 你们也没关门呀 我敲什么? 你来干什么? 妈妈让我叫你们下去吃饭 说吧 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 金夏娇羞地瞪着路易 埋怨着 你就不能克制一下自己 谁叫你这般秀色可餐 尴尬的金夏被她逗笑 红着小脸说着 好了 下楼吃饭 路易和金夏来到餐桌时 全家人都已经做好 金夏略有些不好意思地 同路爸爸打着招呼 爸爸 过节好 路妈妈连忙道 下下 不用管她 谁知道 她今天回这里吃饭 路爸爸冷声道 今日是中秋佳节 我不回这里吃饭 我回哪里吃饭 会说话便多说些 不会说话便不要说 路妈妈嘀咕着 谁会说话你找谁去啊 跑我这里碍眼做什么 路爸爸黑着脸道 你说话别太过分 有些事情我不想当着孩子的面说 给你留点颜面 不知道吗 路易健壮 连忙打圆场 爸 金夏给你买了你喜欢喝的茶叶 也会让王一给您漆一壶 好孩子 费心了 吃饭吧 不要拘谨 金夏乖乖地坐在路易的身侧 看着路易帮她夹菜 路妈妈笑咪咪地给路易和金夏盛汤 笑容满面地说着 专门为你们熬的汤 多喝些 路易的脸色略有些难看 指责自家妈妈 妈 您就别操心了 我和夏夏自有分寸 路妈妈听路易这般说 脸色皱变 冷着脸说道 你们父子俩都嫌我烦 还跑回来吃什么饭 以后都别回来了 金夏见事态不好 连忙端起了汤碗 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还不忘夸赞路妈妈 妈妈的手艺真赞 这汤的味道可以 路妈妈脸色这才好些 又给金夏盛了一碗 路易刚想制止 却被金夏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她看着乖乖喝汤的金夏 只觉得 女人心还抵真呀 前一秒还和自己 因为这是吵架呢 后一秒 居然欣然接受了 果然 女人都是善变的 你看什么看 你都是喝呀 你看看下下 多乖多听话 路妈妈见路易不喝汤 忍不住骂上了两句 路易无奈 拿起勺子 也默默地喝了起来 路妈妈这才露出了笑容 开始热情地给孩子们布菜 路爸爸见路妈妈这副模样 忍不住念叨一句 你让孩子自己吃 你家的菜 孩子们愿意吃吗 要你管 我又不给你家 路爸爸被怼地闭了嘴 忍不住吐槽一句 瞒不讲理 路妈妈瞪了她一眼 不再搭理她 惊吓只觉得这样的气氛好诡异 路爸爸和路妈妈两人之间仿佛已经不会正常交流 要么不说话 要么便互怼 路易看出惊吓的顾虑 在餐桌底下握住了她的手 仿佛在说 不必在意 他们就那样 惊吓不好说什么 只能闷头吃饭 现场一度有些沉闷 晚饭早早地便结束了 路爸爸找路易去书房谈话 路妈妈健壮 忍不住吐槽着 我就说嘛 若不是有求于人 怎么可能会来这里吃饭 指不定又向叶儿提什么过分的要求了 下下你晚上问问叶儿 千万不要答应她 她一心向着二房 若不是叶儿本事大 早就没有我们母子什么事情了 看着陆妈妈气愤地吐槽着 今下只能连声安慰 好的 妈妈 我会同路易讲的 还是你好 不像叶儿 整日大局为重 我才懒得管什么大局 我只知道 我恨死田丽和她所生的孩子了 一群私生子 凭什么想要分陆家的财产 我懂妈妈 您别生气了 今下一边安慰着陆妈妈 一边听着她 讲述那些陈年往事 陆妈妈和陆爸爸 一起吃了多少苦 陆爸爸在她运期出轨 她为了两个孩子 如何隐忍等等 一些沉枝骂浪骨子的事情 全部都说了出来 今下同情地看着陆妈妈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 你同孩子说这些做什么 陆爸爸听见陆妈妈的话 脸色铁青地质问着 你敢做还怕我说吗 面对陆妈妈的质问 陆爸爸拂袖而去 陆妈妈意识气得脸色发青 拎着包愤怒地离开了家中 陆瑶健壮 无奈地摇了摇头 吐槽到 他俩做了一辈子怨偶 都不开心 居然还劝我结婚 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想的 哥 嫂子我还有一个聚会 今晚不回来了 热热闹闹的家中 瞬间只剩下陆毅和 今下孤零零两个人 今下一脸茫然地望着离去的人 只觉得这家人 怎么变脸和翻书似的呢 这 我累了 我们回去休息吧 好 今下和陆毅回到了房中 陆毅略有些烦躁地扯了扯领带 坐在床檐处 略显得有些憋闷 怎么了 爸爸和你说什么了 爸爸想让我的好弟弟 进入陆氏企业工作 美其名曰帮我分担压力 那你是怎样想的 惊吓问道 烦 到时候 看看他的个人能力再说吧 陆毅淡淡地说着 别烦心了 都是小事 你自己想好便好 若是你想让他进入便进入 不想让他进入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现在事情的主动权在你手里 该烦的应该是他们 若我不同意 你会不会觉得我小心眼 谁会愿意引狼入室 我当然不会那么想 我在考虑考虑 爸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陆氏企业这么大 光靠我一个人扛不起来的 必须培养自己的人 而有血缘关系的人 最为靠谱 你来安排便好 今夏坐在了陆毅的旁边 没有给他过多的建议 而是无条件的信任 今天的事情 影响你心情了吧 抱歉 好好的一个节日 就听他俩吵架了 那倒没有 只是突然间觉得 你挺不容易的 是啊 从小到大 他俩就是这样一路吵过来的 我和我妈妈提过很多次 让他离婚 我能给他想要的生活 但是他偏偏不肯 非要和我爸爸纠缠到老 我有时不懂 搭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就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值得吗 这就是所谓的孽缘吧 我们无法干涉别人的因果 是 他俩还真是孽缘 可每天活在他俩的阴影之下 真的不是那么幸福 看着满脸伤痛的陆毅 惊吓呼觉得心底闷闷的 说不出的难受来 他主动搂住他的脖子 将他压倒在床上 吻向了他的唇 他的吻有些温柔 虽不那般热烈 却让人莫名地觉得心安 他学着他的模样 亲吻着他 挑逗着他 两久 方才从他唇半上离开 温柔地问着 现在心情好没好点 陆毅欣慰地点头应允 好了一些 可心底还有些难受怎么办 惊吓看出他在耍赖 娇羞地笑了笑 随即解开了他的衬衫扣子 在他的心脏处亲了亲 抬眸问道 还疼吗 心不疼了 可别处疼了 哪里疼 我帮你亲亲便不疼了 你确定 陆毅满脸坏笑地望着惊吓 那样子 仿佛要将他吃掉一般 嗯嗯 女孩天真地点着头 却不料 他抓着他的小手来到了那处 略有些沙哑地说着 这里疼 惊吓的脸 瞬间红得跟个红苹果似的 心怦怦地跳着 他哪里好意思去做这样的事情 陆毅看出惊吓的犹豫 笑着摸着他的头 沙哑地说着 逗你玩呢 等你哪天心甘情愿的 你在帮我 惊吓抬眸 水汪汪的大眼睛 盯着陆毅 满脸娇羞地问着 若亲了 你当真 不会疼了吗 那一刻 陆毅只觉得 自己的身体 被炸开了一般 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一脸期待地点了点头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一向矜持的惊吓 竟然会俯下身 当真亲了亲那处 他感觉自己 要疯掉了 迅速地翻转 将小丫头压在身下 不再等待 直接掀开了他的裙摆 功成略地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 惊吓浓烈的爱意 他明白 刚才那个动作 对惊吓而言 有多么的难 他需要攻克自己的心理难关 需要多大的勇气 才能俯下身去 若说不敢动 那是假的 路易整个人 如同着魔了一般 卖力地耕耘着 情动的他 默默地低下了头 亲吻着那片花瓣 一切的一切 皆是全新的体验 惊吓紧张地不敢乱动 紧紧地抓着床单 缓解自己的慌乱 直到一股犀利传来 他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喊了出来 这一夜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夜 因为惊吓的主动 彻底地点燃了 路易心中的欲望之火 他和往日不同 不再那么保守 而是抱着惊吓 磨着惊吓 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 难度大考验 惊吓第二日 是在路易的怀中醒来的 睁开眼便看见 路易强健有力的胸肌 这还是他第一次 这般清晰地打量路易 他的身材 比他想象中要好 他的睫毛很长 忽善忽善地 让人忍不住去触摸 调皮 路易慵懒地睁开眼睛 抓住惊吓的小手 宠溺地说着 你的睫毛怎么这样长 惊吓一脸兴奋地说着 我只有睫毛长吗 路易暧昧地问着 惊吓的脸微微泛红 娇称道 流氓 我又没说什么 是你想歪歪了 所以 咱俩到底谁才是流氓 路易将惊吓往自己的怀中带了带 坏坏地调侃着 惊吓呼地碰到那应物 不可置信地低难着 你 你还行 男人不能说不行 要不要试试 不要 我不行了 哪里有女人不行的 路易根本不给惊吓拒绝的机会 拉着她再一次运动起来 两人一番折腾下来 再度醒来 已经是下午了 好在家中的长辈不在家中 倒也不至于太尴尬 路易看着大吃 特吃的惊吓 不禁笑出了声 慢点吃 怎么跟个小野猫似的 惊吓瞥了她一眼 抱怨着 还不是怪你 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是我的错 谁叫你这般迷人 惊吓的脸又被痘红了 她不好意思地垂着头 闷闷地想着 两人明明相处这么久了 可她还会因为她的一句话 而满脸通红 看来 这是一种病 得治一治了 快点吃 吃完带你出去玩 去哪里玩 到了就知道了 怎么这么好奇 怕你把我卖了 那我可舍不得 路易笑着打趣着 她半侧着身 眼神舍不得 从惊吓的身上一开 管家见自家少爷这副模样 不禁偷笑 一物想一物 果然不假 两人吃完午饭 路易直接将惊吓 带到了一个私人会馆内 会馆建在半山腰 惊吓好奇地问着 这个惊吓是不是也不对外营业 路易自是猜到惊吓心中所想 笑着道 放心吧 我这个惊吓还是比较干净的 比较干净 那是不是意味着也有不干净的事情发生 路易牵着惊吓的手 无奈地说着 吓吓 我不想骗你 我虽不喜欢这种手段 可有些时候在所难免 但是 我能告诉你的是 我的会馆是合法合规的 惊吓点了点头 应道 谢谢你信任我 我其实没有那么不通事理的 就连林泽徐这样的清官 都免不了官场上那套处事哲学 更何况你我二人呢 你能这样想 我很欣慰 我没那么高尚 只要你不伤害我 我不会干涉你的事情 放心 我永不伤害你 你说 我便信 两人相识一笑 如交似期的婚姻生活 让两人不自觉地变得默契起来 路易将惊吓带到了自己的私人会馆 他将惊吓介绍给会馆经理 以女主人的身份 经理一脸震惊地看着面前单纯又干净的女孩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陆太太居然会是这样子的人 远远望去 总觉得他和陆总不太合适 可细细端向 貌似两人又特别有夫妻相 路易带惊吓见完经理后 直接来到了最顶层的私人包房 这一层楼不对外开放 是路易用来招待朋友和休闲的场所 路易将惊吓引到了阳台 两人吹着晚风 望着远处 万家灯火就这般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路易指着前面最高的一栋大楼 说道 那个就是陆氏企业的总公司 想当初 陆氏企业还是一个小的私人企业 为了和我爸爸置气 我回国后 便利用我爷爷和我外公的股份 强行夺走了我爸爸的位置 大刀阔斧的改革 将企业逐渐地扩大 发展成今日的规模 惊吓佩服地竖起大拇指 厉害 哪里有什么厉害 不过是比别人经历得多了罢了 想当初刚刚改革时 你不知道我遇见了多少侃 公司那些老顽固明里暗里 给你使绊子 处处干扰 我足足利用了五年的时间 才改革成功 五年呀 人生有几个五年呢 可你成功了 不是吗 只要成功了便是胜利了 是啊 我成功了 可我妈妈依旧不快乐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成功了 她就会很快乐呢 人和人所求不一样 妈其实还是在乎爸的 否则她不会这样痛苦 也不会毫不留情地怼爸爸 是啊 可男人一旦变心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惊吓台谋望着陆毅 问道 那你会变心吗 陆毅没有回答惊吓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若我变心了 你当如何 我会快刀斩乱麻 转头离开 绝不偶断思连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陆毅将惊吓拥入怀中 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在这一刻 她想要将自己所经历的所有事情都告诉她 想要将自己所有的苦恼都告诉她 想要将自己的前程往事与她分享 那些能说的 不能说的 她通通都要告诉她 这些事情 她感觉在她内心深处积压许久了 今日 终于有一个人 能够与她分享往事了 她觉得十分轻松自在 无论多么高高在上的人 她都有脆弱的时候 她都希望 有那么一个人 能够在自己无助时 听听自己的心声 能够在自己痛苦时 让自己靠一靠 就算她不能解决问题也好 只要能陪伴在自己的身边就好 而这样的人 路易找到了 那就是惊吓 她或许不是一个好的权谋家 但一定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这样 足以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